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谜底侦诞社,我是社长 今天我们的案件来到日本 1999年10月26日的中午12点50分左右 在齐域县捅川车站的外面 一名年仅21岁 就读于纪鉴学院女子大学文学系的大二女生 朱也诗之,汽车来到了捅川车站 停放好自行车之后,便向车站内走去 而这时,一名神秘的男子从后面 悄悄地接近毫无防备的朱也诗之 并对着她的后背猛刺了一刀 毫无防备的朱也诗之,转身想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这名男子又罩着他的胸口狠狠地刺了一刀 随后又补上了几刀 朱也诗之当即站立不稳,抓住男子的衣服 但男子将他一把推开,便急匆匆地逃走了 全身是鞋的朱也诗之,倒在了捅川车站的外面 随后再送往医院的救护车上 因为失血过多而不幸身亡 大庭广众之下持刀行凶 如此恶劣的事件在日本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没有发生过了 根据警方在现场的调查 基本上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特征 短发,微胖,身穿深蓝色西装外套,身高170公分左右 警方起初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起无差别的随机伤人事件 但仔细推敲之后发现,本案并不符合无差别伤人事件的固有模式 首先在一般无差别伤人事件中,凶手通常没有特定的目标 他往往会伤害大量无辜的民众 但在本案中,受害者只有一位 其次,凶手会选择一些人员密集交通方便的地方作案 另一方面,则是方便他作案之后能够顺利逃走 但在统川这个地方,常住人口不足8万人 距离东京的市中心也有45公里 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地区 似乎并不符合无差别伤人事件的发生条件 于是警方便转而以谋杀的方向展开了调查 不过让人惊讶的是,失智的下人早就已经知道 这起案件的作案人 他们在事发一个月前就已经向警方进行了报案 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 失智在遇害前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所发生的事情吧 1999年的1月6日 作业失智和他的朋友在游戏厅里 自拍当时较为流行的大头贴 但是在自拍的过程中,机器发生了故障 这是一名24岁,自称叫做成的男人 主动上前帮他们修好了机器 在这过程中他也自然和失智聊了起来 因为他打扮时尚,身上还穿了不少名牌 举手投足也就自然吸引了失智的注意 男生自称是做高档轿车进口生意的 一个月至少能赚到1000万的日元 但其实这时候正是日本的泡沫经济时期 但凡是卖车卖保险的行业都是异常的惨淡 而且这名男生的所有的身份都是伪造的 他的真名叫做小松和仁,今年27岁 真正的职业是几家风俗店的老板 不过小松和仁唯一真实的就是他较高的收入 然而这都是他和黑社会的哥哥一起不一粮为仓所赚到的 小松和仁起初只是在风俗店里打工负责招待顾客打扫房间之类的 但在打工的过程中他一方面开始跟店里的女生熟悉起来 另一边也掌握了一些老客户的资源 于是在这些顾客的资助之下 他便独立出来带着原来店里的女生开了自己的店 他和他哥哥两个人用一些卑劣的手段骗来并拴住了一些女生给他们工作 店面也越开越多这便是小松和仁的发家经历 小松和仁在和施智的这次相遇之后便开始了与他交往 每次约会的时候小松和仁都会用名贵跑车去接送施智 还经常会送他一些专柜的化妆品首饰名牌包之类的 施智本人只是一个穿着朴素的普通大学生并不是物质的女生 所以最初收到这些礼物的时候 他的内心其实还是有些忐忑的 在交往一个月之后 当小松和仁拿给他一个哭泣的手包时 施智犹豫的想要推掉 并表示这个礼物太过于贵重 之前已经收过了一些礼物不能再收了 然而上一秒还温柔体贴的小松和仁 下一秒立刻变脸 他几乎是极其愤怒的对着施智大吼道 这都是我爱你的证明 你怎么敢不接受 看到眼前的这个人明显有要动手的迹象 施智只好保持沉默 为了不再激怒对方 他只好一件一件的收下礼物 当年3月20日 作业施智第一次到小松和仁的家里做客 小松和仁的家住在池袋的一间高档公寓里 地段非常的方便 面积也相当大 当施智走进小松和仁的卧室的时候 却发现卧室的角落里摆着几台处于拍摄状态的摄影机 施智警惕的问道 为什么会有摄影机在这里 你要干什么 没想到小松和仁再次暴怒 他对着狮子吼道 你要反抗我 要离开我 好啊 要是想分手 就把100万日币还给我 说完 他便揪住狮子的头发往墙上撞 然后又用拳头猛锤墙面 直到把墙打出一个非常大的坑洞 他一边打一边哭诉道 我从小就被父母抛弃了 然而 他转脸又对着狮子咆哮道 还不了钱的话 就去给我卖身 敢跟我分手的话 我可不知道会对你父母做出什么事情 在小松和仁的暴力威胁之下 施智只好答应继续交往 而刚刚还在暴怒的小松和仁 却立马换上笑脸 说道 施智真是一个乖孩子呀 乖乖当个听话的好孩子就好了 我会一心一意的对你好的 从那一天之后 小松和仁对施智的态度 就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以前是差不多一周联系两到三次的他 开始每天给施智打电话 而且不是一天一个电话 而是一天可以打到20通电话 只要施智没有接听电话 他就会暴怒 把电话打到施智的闺蜜 甚至家里 后来不仅是动手殴打 小松和仁为了不让施智离开他 他甚至开始散播谣言 说施智到处和有钱人上床赔睡 还靠名牌包来拉拢施智的同学 随时得到他在学校里的资讯 更怕黑社会的手下从一放学就监视施智 就连他放学后自言自语的一句 好想跟刚刚那群朋友一起去喝酒 小松和仁都会打电话来威胁 要打断那群朋友的手脚 施智不是没有想过反抗 他试过无数次的拒绝 但是换来的都是一顿殴打 忍气吞声想要分手 小松和仁便要他当场割腕 只要割得够深就答应 最恐怖的是 黑社会的小松和仁最懂得如何去威胁别人 每一次不论是动粗还是精神暴力 小松和仁都会用家人来威胁朱叶诗智 甚至小松和仁还曾经派人 闯进过朱叶诗智的家里 当面威胁他的父母 其实朱叶诗智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笨和懦弱 他将小松和仁对他的威胁和骚扰 都通过录音存档 在父母的陪同下到警局进行报案 然而让他们失望的是 警察确疑这件事情 只是情侣之间的吵架 并不涉及民事案件为由 拒绝立案受理 尽管失职坚持 让警方听完他与小松和仁的电话录音 警方听完他与小松和仁的电话录音 警方听完他与小松和仁的电话录音 但警方的态度始终强硬拒绝对此事 立案调查 最终失职家人组组在警局待了两天的时间 却连一张立案证明都没有拿到 失职回到家中之后 将小松和仁送给他的所有的礼物都打包 寄回了小松和仁的住所 之后的一个月里风平浪静 就在所有人以为此事到此为止的时候 7月13日 小松和仁印制了几千份的单页 用失职的照片和电话号码 制成情色广告 贴遍了社区和车展 还借了数十封的匿名信 到失职的父亲所工作的公司 匿名信中写道 贵公司的朱野现一是个赌徒 在外面包养情妇 女儿失职在外面做特殊行业 因为偷了客人的东西 所以被人家要求赔偿 朱野现一就挪用了公司的公款来抵账 堂堂大企业 却拼用这种人渣 失职与家人持续报案 警方却还是拒绝调查 他们甚至说 没有直接的证据 证明是小松和仁做的 也就是因为警方的完全不介入 失职最后才会在统川车站的外面 被小松和仁的哥哥 雇来的杀手所杀害 在失职被杀的现场 也聚集了许多的媒体人 根据以往的惯例 警方通常会在现场进行勘察 然后公布一些相关的信息 记者们会通过这些信息 再配上自己的一些调查 来写出一篇篇关于事件的报道 失职拿着的名牌手包 服饰 以及美女 大学生 这一系列的关键词 马上就刺激到了记者们的嗅觉 于是在之后的报刊和杂志上 失职被媒体报道成了 一位拜金的女大学生 然而在这起事件中 唯一一位没有随着其他媒体 拿着警方给的线索 胡编故事的记者 看到了不一样的景象 这名记者叫做清水杰 他花了大把的时间 尝试与被害人的家属 进行接触 清水杰在努力获得 朱野一家的信任之后 左手开始调查 他通过自己在风俗行业的关系 掌握了几个重要的情报 第一 现场被目击到的凶手 外形上与小松和人的一名 叫做九宝田的手下 颇为相似 第二 小松和人的几间店面 都在案发之后关门大击 第三 在那些关门的店面附近 又陆续有一些新店开张 而工作人员 似乎还是原先那些店面的人 于是清水杰推断 小松和人为了避免可能的警方追查 便将原先那些店面关闭 让警方的搜索无从下手 同时又改换门面 将原有的人员配置打乱 重新开店 这样 新店面的工作人员 彼此之间不熟悉 也就无法将之前他们在店里 讨论作案的事情泄露出去 在得知池袋附近 又新开了一家风俗店 并且 店长很可能是涉案人员之一的情报之后 清水杰租下了那家店对面的一间小公寓 并且让杂志社的摄影师 24小时蹲守在那里 12月18日 在这间公寓蹲守了一周多时间的摄影师 突然给清水杰打来电话 他说道 我拍到了九宝田 清水杰让记者继续蹲守 并且还请来杂志社的其他同事 前来帮忙盯哨 另一方面 他拿着洗出来的照片来到了警察局 警方立即带着拘捕令 前往这间公寓 12月19日凌晨 九宝田以及同贩被缉拿归案 罪名是谋杀 清水杰所做的这些工作 让今天的我们知道 朱叶石芝在被杀之前 曾经长期遭受小松和人一伙人的精神骚扰和折磨 真相被揭发后 小松和人被发现在日本北海道跳胡自杀 从他的遗书上来看 直到死前都认为 朱叶石芝是背叛他的贱女人 一切都是咎由自诩 原来小松和人打算从北海道逃往俄罗斯避避风头 没想到负责接应的哥哥被警方提前逮捕 逃亡计划失败的小松和人最终选择自杀 就在统川事件发生之后 日本重复上演着一起又一起的变态情人杀人案 这才让日本司法逐渐修正 将违行跟踪固定点等待等等新闻 列入了管制条例 让受害者可以立案并且得到警方的调查 多年之后在接受杂志文艺春秋访问时 市值的父亲朱叶现一表示 他的女儿其实死了三次 一次是被不受理报案的警察机关害死的 一次是被持刀的歹徒杀死的 最后一次是被媒体杀死的 虽然这起案件中的小松和和人已经畏罪自杀 真正的凶手也被警方逮捕 失职的家属甚至起诉警方 并且获得了胜诉 但是遗憾的是 人终究还是不会复生